歷史為盡 以骨見證 笑談天下 新鮮事 騎友馳旅 開獎 火粉喔 救命啊 回來救中啊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呂捷 那歡迎收看今天的騎友馳旅 今天呢 你看到這隻獅子 你就知道我在哪裡 我在台南統一的球場 而我們今天的大來賓呢 這人不簡單喔 不知道人家做的是日本人 因為名字有夠長的 他的名字叫做 又是高志剛 嗨 大家好 我是志剛 志剛 我們應該是15年的時候認識的 差不多 因為我在網路上有一張 就是合成我跟野貓英雄投球的照片 那不是我 那我也不會 那是志剛的粉絲團合成的 對 那時候看到那個老師去開球 我說 這不是我小時候的一個偶像之一嗎 志剛這樣 董醫師今年好像有換 換口號 Lions up 對 Q3也換新的 對對對 想要做一點突破 當然啊 當然啊 今年 統一有什麼幾位 當然一定是要獲總冠軍嘛 對 贏球當然是首要的目標嘛 是啊 那再來是看可不可以 讓大家更凝聚更團結起來 讓大家感受到這一份精神 好好好 嗯 那就是頂尼 其實我大概在 17年 你是18還是19退的 18結束 18結束退嘛 我們鐵神一串 我們就把它開槍過了 我說 哇 後來可能你們 統一的體擬啊 少年選手都起來啊 好 那又頂尼 換到這個 一堆選手受傷 對 主要就是受傷 然後在一些 關鍵的一些比賽 剛好又有選手確診 所以在那個時候戰力上有一點受到影響 因為我剛才有遇到安可嘛 安可說有比較好嗎 有啦 要好了 要好了 他可能拜到五代拜什麼 那安可說文學娥嘛 對 阿根廷文學娥 對阿門說到阿彌陀佛 那你像這樣 頂尼這樣 總統這樣不好 我們對二軍 看一看 他要扭瓜人起來 對這幾年 因為你也帶過他儀軍嘛 對 對儀軍的訓練你覺得怎麼樣 呃 我們 在去年的時候 因為一些主力受傷 確診的關係 所以也有 讓一些 原本是在二軍的一些選手 提早上來 一軍做了一些嘗試 那也達到了一些不錯的一些效果 那 當然 我們在講二軍 就是在講農場 那農場這邊 的確是 該有一些比較 長遠的一些規劃 來做一些培養的工作 那 早期的二軍會比較就像 有點像 戴訓 然後 最早像我 我也是戴訓進來 那時候是 阿明哥的身分 對 然後到後來開始 二軍開始有比較多的正式球員之後 一開始都比較 想到的都是戰力的替補 一軍戰力有問題 趕快二軍就拉上來 那這二軍真的太棒了 對 就變成是 沒有一個好好的養成的規劃 那這幾年開始 那從 大明 上來接總教練 然後後來又育成去 二軍當總教練之後 我們開始有一些 二軍的一些培養的一些計畫 養成的計畫 那期待就是這些 養成的計畫在未來 可以看到一些成果這樣子 我剛才跟他們在開槓 我跟邱恩在聊天 因為像 安可應該 今年開季應該有機會回歸嘛 對 然後 轉啊 林毅全 轉隊轉過來 對對對 所以 欸 有他的 人騎都騎 所以如果今天 你覺得二軍有哪幾個選手 比較有機會在開季的時候 就在一軍出現 開季喔 開季的話 我覺得還是以原本一軍主力的這些 本來陣容 對 本來的這些陣容 然後去年 比如說像 志成 邱志成 他在 本來也是在二軍 然後後來就是一軍這些選手受傷 確診的關係 然後上來 表現得也不錯 那今年 似乎也看起來好像也有機會在一軍 繼續留在一軍 可以好好發揮這樣子 對 因為你知道中華職棒的賽季喔 是全世界最特殊的 我們有上下半季嘛 可是上下半季感覺 每半年都一次人瘋亡嘛 對 但是問題就來啊 如果說我上半季 我就 我已經拿到總冠軍 我拿到季後賽的門票了 下半季 我們當然不可能講說它是垃圾時間啦 但是你作為集團來說 下半季我來輕鬆打就好了 調整嘛 變成一個超長的調整期嘛 三四個月調整期 對 如果你以 我說我上半季我就已經出去了 那就變成一個超長的延長順訓 對 那如果這樣整個給你彈你三個就好了 對不對 那所以我們現在如果改成單一球季 你做一個選手 打球打這麼多年 你覺得 欸 是上下半季比較好還是 單一球季 我先講上下半季好了 去年的時候 事實上聯盟會長這邊也做了一點點修正 就是 上下半季還是要去看年度的成績 然後給予在總冠軍賽的一個主場的優勢 對這個是在去年做了一點 所以去年就是講說一定要有三對勁進季後賽 要先打一個季後挑戰賽 對對對 就是等於第一輪的概念 所以 呃去年在去年的這個情況已經 有一點點 譬如說我上半季拿到冠軍之後 已經幾乎沒有看到那種 我下半季可以好好調整 好好調整 因為我還是想要 繼續贏下去 拿到一個全年度的冠軍 然後 然後 我在總冠軍賽的時候 可以多一個優勢這樣的概念 那 這兩天 呃在討論到單一賽季的話 以台灣來說的確是一個很 呃 特別的一個改變 我自己這樣看是因為 你沒有辦法就是用六十場決定 你有沒有季後賽這件事情 所以你可能在 規劃計畫跟調度上面 你必須要有一個比較 看的要比較 長遠一點 剛才六十場就是我的歐運嘛 對對對 我打到第四十場的時候 發現我有機會 剩下二十場我就 全力 全力壓下去 所以啊 如果改成單一賽季 你要板凳的深度 包括農場那樣 沒有錯就是 再來就是要考驗各個球團的 呃板凳 然後你的農場的養成 你有沒有足夠的人力 可以到時 或在 呃 主力這邊有一點狀況的時候 有沒有辦法替補上來 嗯 避免一個 呃 戰力上的一個落差 那如果 如果發生 這種狀況的時候 你的 板凳 頂不上來的時候 你可能在主力不舒服 或者是受傷的情況之下 你的戰力就會跟著掉下 就出以啊 就出以啊 因為你沒有 沒有下半季再配回來的機會 對對對 那今年的經典賽 欸 傑森今年接 接隊長了 然後經典賽又表現得非常好 對 你怎麼看這個選手 他是一個 在球場上 他是一個鬥智高昂的選手 嗯 就是 我最欣賞一點就是 他的 球勝的企圖性非常強烈 他就是想贏 我起來 我就是想要打得好 我就是想要 自己贏下去 那個感覺 我不是來交朋友的 我不是來交朋友 人家說 我沒有跟他輸的感覺 那種感覺 對 贏球自白兵 對 他在今年賽的 就是從熱身賽開始 老實說 他有遇到一點點小低潮 因為結線 幾年總共都差不多是 賽季比較慢熱 對他的確是比較慢熱型 那在遇到低潮的時候 他自己又做了一點點修正跟調整 在後半段的時候 快到比賽的時候 把自己的狀況調整起來 所以在 關鍵的時候 這一次像 在對 荷蘭義大利的時候 他在關鍵的時候 表現得非常好 對 因為我常在把結線照 你知道嗎 你大家都打不來 你都扭人1 4分之1的球技 開季蒸30點 你看結線在打就 我這樣打不打不打扁 對對對 可是大概熱身 熱了喔 車熱了 他在打就很漂亮 對 也可以說我們 他今年做的比較不一樣的嘗試 是 因為提早 要準備這個比賽 所以他把 他遇到的比賽的強度 提早進入狀況 讓他提早進入狀況 他 讓他有一個機會 讓他去做 可是他的確是慢熱啊 對 你看對巴拿馬四之靈啊 對 但是第幾場對 意大利就三之三啊 五次都上了 對對對 對 這講像我們這次打經典賽了嗎 你看 大利盟的整個 大利盟的規格 我們是把銀行車來到台灣 把銀行車來到台灣 把銀行車來到台灣 整個台中洲際棒球場 整個 整修翻新一次 對 對 你利用他們的銀行車 他們的規格 他們的規格 你覺得有差嗎 確實 真的是 大利盟整理後 以後 那個銀行車的狀況 真的比較好 是 不過在我眼睛裡面 我考慮的是什麼 那都是錢 那都是鈔票 美金打在肚子 那個感覺 本來因為職棒 他本來就是一場秀 他本來是一場秀 那你當然那個秀 整個布景啊什麼 你要讓大家覺得舒服嗎 大聯盟選手的球員工會 他們對於 要比賽的場地 他們是有要求一個 非常高的一個標準 是 那他們 最主要的用意也就是 希望選手是在一個 安全的環境下去比賽 像 剛才老師你講的 一個人的薪水都這麼高 對啊 不會黏著 沒精神去想到 你如果說撞到 那個還好 你去救到 走走 結果 我們在比賽的內容當中 受傷我們都還能接受 那個都可以接受 你不能是因為他丟掉 對對對 你走一下 那剛才一槍 一個腳打下去 腳去鬧到 那 公會可能就沒有辦法接受 你像之前的國會就是這樣啊 對對對 那一年 我覺得高國會本來有機會 其實 快要上大聯盟了 對 這個 打國際賽太胸 會花贏 對 對 他們對於選手的一個保護 他們真的是一個很高很高的一個標準 然後所以 我記得有一次到齊賽吧 那時候邀請到齊隊來台灣比賽 然後在 好像是 哪裡我有點忘記了 好像在台北吧 後來下雨 是球員工會一直在 他們 美國大聯盟球員工會的人 辦公室的人 出來一直在尋場地 他們一直在檢視這個場地到底可不可以 結果後來有一場 是因為真的下雨的關係 他們覺得這個場地不行 所以 他們對於這種安全的顧慮上 真的是要求的很高 因為這來的要講到你們 對啊 熱身賽的時候 那時候 台港沒有跟你們碰一場 是 那時候曾子佑的樣子 那時候 曾子佑的樣子 那時候 本來是外的黏黏 那時候是一台而已 那時候中過 不規則彈跳 從變場內拳那打 場內拳那打 那時候 那個洋將 就在講了 這不是選手的問題 這中的問題 對啊 因為 各位觀眾 這個球場我真的還打過久啊 因為我跟這個人很熟 我一次來玩嘛 那時候我手有擠 就是 那時候還在 球場還沒整理之前而已 因為我們今天為什麼是在室內 不是在球場拍 因為 就是球場正在整理 好給球員更好的環境 這也是球隊用心的地方 對對對 然後那時候我在手有擠 就是 打得很久 手臂練習的時候 苦鬼站在我旁邊 那個 徐聖姐 在我旁邊 老師注意喔 這四顆會跳一顆喔 第二顆就跳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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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有時候 很多球迷他會講 台灣的 水準什麼會 你說我們的手臂勞 我不是啦 我怎麼看得到 中隊 跟台灣一直以來 對這些 投資不夠 對 從場地啦 環境的投資不夠 曾經有一個 選手 我跟我說過 我們在聊天嘛 我說 我去本人手臂有夠好 他說如果這個中隊 我眼睛放在他 我心裡會到球 啊 島豬是有回報的 你看這次日本七戰全勝 對對對 七戰全勝 拿到總冠軍 尤其是最好 大谷跟神尊 那個對決 對 人大谷二刀流 我們通過本來也有一個選手 會不會用這二刀流啊 安可 安可啊 這段保養方式 敢有機會 台灣也出現二刀流 因為待會兒二刀流 討論過一閃不四閃嘛 在大谷還沒穿開 這就是我討論過了嘛 城府 齁 城府現在全都正開嘛 齁 受傷吧 人受傷啦 要來正開嘛 以前有企圖重打的嘛 企圖重投的嘛 對 你看陳文斌啊 老先輩王傳家 對 都是嘛 對 你說像當初的時候 安可 王這個豐榮 保養你敢有機會 當然你說要兩行都像大谷這麼大谷 這我們說是有先天的條件嘛 但是如果是環境 對 我們的運動環境 應該是說 計畫上是怎麼樣 然後再來是 再來看是 選手有健康嗎 嗯 安可他在牽手的狀況 老實說 就不太好了 對啊 不過 他的手如果健康 老實說我們台灣也流不掉啦 啊真的 對啦 路在他的條件 他的能力來說 還能倒 欸 不好意思我們都還能倒 哈哈哈 他手如果健康 老實說 他也是有可能留外 所以那時候 你說他要留在台灣 好好啊 接受台灣的訓練 可能也沒有什麼機會 所以就是因為那時候 他的手 可能在投球上面 對於大家 對他的評估上 還是有點落差 所以他最後 留在台灣 但是他的打擊的能力就是 真的好 天生就是真的很好 這是沒辦法的事 你看安可在出腿子的時候 那腿子跟他手 簡直是黏在一起 對 對 手就是腿子 要打斷就打斷 那當然 我們 像結縣常常會虧安可說 那是你的基因的問題 你有外國人的血統 所以等等 對 不過安可也是很努力 很認真 在這個過程中 你說他的打擊 的確他也後來下了很多功夫 因為 他從小到大 安可大部分的時間 是站在投手球 嗯 嗯 他最大的 後來 進來職棒之後 開始練打擊 最大的一個問題是 他當打者的經驗 不太夠 嗯 所以他花了很多時間 在這個上面 學習 一些 策略 然後他自己 解讀 投手的配球的能力還不足 對 所以你說 你說留在台灣這個環境 有沒有機會二到六 老實說 都是一個常識 好 日本對於大鼓 他們也是 嘗試 二刀流這件事情 因為人家這道經典賽 對大鼓多麼的理喻 對 大鼓堅持下去 對 這個條例 大聯盟的條例 就是因為 因為大鼓的關係 所以去 大鼓條款啊 對 所以去設計的 但是 為什麼會這樣改 是大家想看 大家想看 我想看 大鼓堅持下去了 沒有 我想看他打 所以在條例 規則上面 做一點點修正 讓他有機會 我講 直白一點 大聯盟他也是一個商業黨委 對 他就是要讓觀眾進來 要讓觀眾 買票進來 有這樣的商機 他當然願意 因為當年大聯盟 我們說 那時候我特工 剛才他挑戰的牆頭 那個本職 就在寫野莫的故事 對 野莫那時候只要一登板 那個 那個日本轉播單位立刻切換 突然現在報新聞 有沒有 總統那個狗仔加到 有沒有 立刻轉 就是轉野莫在牆 對對對 野莫在牆 好 然後那時候就開始在討論一件事情 因為大聯盟 畢竟我們是在做生理嘛 對對對 所以後來他們發現 簽鈴木一郎的 的價值 比野莫高 對 因為鈴木一郎可以打高局 好 而且他站在聖堂 站在那個 賴道 他後面就八萬 對對對 就吃得到嘛 就吃得到嘛 那回來台灣 就是 你看日本這次 七三全勝 二刀流 大股強平 說到日本的棒球 你說安可安可也有外國人的血統 對 那台灣很長一段時間在回這個問題嘛 我問過很多老先輩嘛 日式的棒球 美式的棒球 你說日本 日本 五屆經典賽 他拿三屆冠軍 對 雖然說第一屆那時候 跟韓國 那個廝殺到 最後這樣 戰到最後 戰到最後 才是有問題啊 才是有問題啊 沒人這樣打比賽 對 那anyway不管 我們拿三家的冠軍 那像我們這次這樣看完 你覺得日本有 當然 值得我們借進的地方很多 對 那除了我們一般球迷的看法 阿拉丘丘 阿拉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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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覺得 日本還有什麼 他們的棒球 不管是訓練什麼 值得台灣借進的地方 我覺得 我覺得這是一個文化上的 差異的地方 嗯 在各行各業 我們來看好了 我們不要講棒球 好 在各行各業 你走到日本 你看日本的服務業 再看台灣的服務業 嗯 你再看日本的公司 然後再看台灣的公司 嗯 他們在運作上面 就是有那個文化上的差異 嗯 很難去找到是說 你走到日本 然後看到哪裡說 覺得日本哪裡不好 那裡 這個是 這是 算是 民族性的 民族性的文化 然後文化上的差異去造就 所以他們在各行各業裡面 都會講求那種很細膩很精緻 好的 領土找ting 很細膩很細膩 小脆 Juan 我必須要這樣子講 那那講 台灣跟美國也是一樣 那個都都是文化上的差異 嗯 就是 台灣人的思維 日本人的思維 嗯 美國人的思維 我覺得沒有辦法單純是套在 好像他們其他的都不行 只有棒球很細膩 沒有 在日本他們是各行各業 什麼都很細膩 而且你看他們的服務業的 他們的安排 他們的 就會常常有那種 好像有一個很貼心的小動作 讓你感覺到好像 很好 所以我覺得這個 最主要還是回歸到 人們在思維上的一個 比較不太一樣的地方 因為這場經典賽 總共20堆參賽 就我們講會內賽 資格賽我們不算20堆參賽 如果我們現在回到賽前 當然在日本有機會全世界都知道 他們把最好的都給他們 對 以前紅粽說的 我們在日本我們挑選手間什麼程度 不夠遠道你不要來打球 不夠遠道你再打 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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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好像覺得 究竟怎麼會挑那個 中村幾個 那個 那個 那我們這麼講 那如果我們現在回到賽前 你剛才來評點這20堆 包括我們 我們不要算 我們都會贏 我們不要算 這19堆 你剛才對一堆的 隊形 陣容 整體實力 你剛才 最漂亮 如果你來挑 你要挑一堆嗎 最漂亮喔 如果我來挑 我也是挑 日本沒有就是韓國 好 我的感覺 我看起來 韓國這次 沒有韓國 日本跟美國 日本跟美國 打光滾 對 結果 有一點 沒有太意外 他們兩隊就是打冠軍賽 那 看起來 最後進四強的球隊 你看他們都 勝負都在那個一瞬間 對啊 雖然都是一條球的 都是那個一瞬間而已 所以 我覺得四強的球隊 老實說 比到最後 只是看是誰把握住那個機會 所以贏球 那四強的球隊 在我後來這樣子看起來 真的實力都是 旗鼓相當 差不多 差不多 對 因為像志剛你 打經典賽 前三屆 是用球員嘛 對 到這一屆是 九人的興奮嘛 對 我們說真的 就是 在經典賽這樣打 你覺得 做選手這樣比較重 還是做九人這樣比較重 我賽前我有說過 我說 以前做選手的時候 我準備好來比賽 好 現在做九人是 你準備好 別人比賽 好 你變成 因為正常的不是你 正常的不是你 現在不是你 做九人之後 你都不是正常的 所以你要去跟 選手到三天 跟他們準備好 讓他們來好好的比賽 以前是 我就把自己做得好 我把自己做得好 我把自己做得好 我把自己的身體 勾勾勾 然後我 總統調整好好的 料理後 我來比賽 所以這是最大的差異 你哥 我覺得心態上沒有太大的差異 就是 想辦法要在球場上贏球 想辦法在球場上 拿一個好的表現出來 因為你知道 我在去年底 我有一個活動 就是 中年男者的浪漫主義 離家吃走 從高雄走到台北 那第四天 志剛有來陪走 就是我們對他先發 走到新娘那天 那我們在路上 我們也是直播聊天 那個共諜的事情 因為 我認識志剛大概就是 2015、2016年開始的事情 當然以前都是看到 志剛是選手 那我記得有一年應該是 國際、大國際賽前 不管是奧運還是經典賽前 有人去訪問志剛 然後說了一句話 就是 志剛講的 我很想要把中華隊的球衣拿來穿 穿褲子 穿褲子 到底有多少年 所以 這個上場 尤其是全國矚目 就是 台灣最老的 事件 大甲阿嬤出孫 對 孫總統 還有 國家隊比賽 對 像這樣 我們第一場 我們這次的經典賽 第一場輸了巴拿 對 那種 幹狗之聲 在網路上流竄 你們的感受是怎樣 對 你當然 你做選手做太久了 好 打國家隊也打太久了 到現在 轉型做教練了 相信 我相信你有一套哲學 來看這些 不管是 一日球迷 鍵盤教練 什麼會這樣 你現在的感受 到你們第一場比賽 打輸 第二場 第三場 你怎麼看 這網路 這些朋友 支線的評論 我們 要比賽開始之前 好像 台北打完的時候 我稍微不記得 正確的時間 就是 要進入會內賽 我們團體集合的時候 一個教練說一句話 現在開始 建議大家 手腳不手 手腳 社群不開 當然是希望大家選手 就是專注在球場 專注在球場 專注在球場 這樣子 那 老實說 打好打壞這件事情 在 一開始 會有什麼樣的畫面 會有什麼樣的情況出現 然後 可以預想得到 以前當選手也經歷過了 有很好 也有很不好 然後也有 就是高潮 然後也有低潮 反正 在 國家隊 任何一個人 就是 你打好就是上天堂 打不好就是下地獄 所以 已經都已經 腦袋裡面已經都 已經先想起來放了 我如果打好可能 可能 民主英雄 上中列子 如果打不好你就會害 你可能走出路 你可能隨時會有情的感覺 這樣 所以 打不好 當下我們難過的是 在球場上 我們為什麼沒有好好表現 在球場上我們 怎麼沒有好好發揮 然後輸了球 而且 有點比喻其中還要落差 在第一場結束的時候 第一場 真的讓我們辛苦的是 這個感覺 真的辛苦的是這個感覺 你說網路啊 你說一日球迷 鍵盤的教練什麼 老實說 也看多了 也看多了啦 所以會比較容易的去調適這件事 不過 我要學樂這裡的選手 跟我們這次的團隊 我們就是 很快的就調整 讓我們自己 往前走 往前走 欸 掌書語就掌書語 今天來我們還有比賽 新的開始 我們今天來後面還有比賽 你要面對的是 今天 接下來的比賽 不是過去發生的事 你也沒辦法改變 所以你要好好調整 你如果要真的好好減過 那是比賽之後 全部比賽之後的事 你現在再來接下來 前面比賽 可是講到這個彈何容易啊 一三年經典賽 小谷毛用卡一機出來 媒體有捕捉到那個畫面啊 他坐在巴士上 還在看那裡 你知道嗎 我 我自己的看法是 欸 他自己在 檢視一下 那顆球到底 哪裡出了問題 或者是怎麼樣之類的 那個 選手會去檢討 譬如說我 我今天打 啊我怎麼打不 3K 下去了 我禮拜我也 欸我也說 欸我今天是不是 哪裡出問題 我的策略還是怎麼樣 那是一個簡單的檢討 但是 接下來 我要去修正 怎麼樣去面對明天 甚至於接下來的比賽 我覺得這個是 這個是 必須 你要站在那個舞台上 然後面對這麼大的壓力 你這件事情 就是要想辦法去做 因為我會去看那個 那個對荷蘭那一場 那天 我們選擇是子朋嘛 老虎選擇 第一局 一台一台 兩台不易嘛 一台不易嘛 一台不易不易 對 一台不易不易 都在手腳 我 我坐在那個 我沒有後面在看 我哇死啊死啊 你知道 我一台一台想到 啊 結束了 我包起來啊 一局三個 所以 你補手出新的 對啊 那是什麼 那是一個心理的感覺 開始 猶豫了 猶豫了 你對自己沒有那麼有自信 你開始猶豫了 當下 你的所有的 東西 所有的東西 你會覺得完全都會走 你會覺得很輕鬆的事情 你會覺得 怎麼變得很困難 那都是心理 不過我們還是老實說 那個 直上直下 那顆球 就是我們自己真的都打過球 那種球很壞心 對啊 因為 他球中球之後 倒架 而且直上直下 上面有風會流 他球還會碰 那出一個就不容易啊 對 出一個就不容易啊 那個沒有大家想得那麼容易啊 雖然我們這樣說 有人會說 你們職業選手 你是Pro的 這顆球怎麼可以流 不過 要把他額熱的是什麼 他那個球之後結束下來之後 他開槓之後 他的心理的調適 馬上去轉換 好 有辦法繼續面對 沒有 這就是我們想要說的一件事 就是這樣說 你說一個選手 站在旅程上面 因為其實 大部分我們說網路上 最熱議的 我們不要說罵 不要說什麼 什麼攻擊啊 就最熱議的是 掉頭這件事 那掉頭這件事 為我來講 你說比賽上 我知道 更像導租去人那樣 特尬的 拍影我也不叫起人嘛 他那兄弟的就是 但我們這次經典賽 這麼高張力的比賽 你叫導租怎麼進行 那差半粒就出來了 對 擠進去差半粒就出來了 어떻게 補手的 Tai急更重要 所以你看 你自己補手出現嘛 那你這次做自己的 那一起之後的火龍台 你以前 readable cultura鐵埃 當天鐵埔嘛 再來你現在做教練 首席教練 2019年的時候 十二強 紅衆來創的嘛 那時候我們有沒有辦法打冠軍才插一顆球而已嘛 對對對 那時候那個 吳森峰 那顆球你賣 還要殺到 吹 換 賣賣 好 你感覺像一一一道公關 端端是張靖德 阿德 你感覺對中華隊的補手傳承 我們國家隊完成了世代交替 對不對 你感覺像公關啊 你怎麼看這個補手他 他有沒有辦法 就是真的承受住這個位置 他一個人要在全場指揮作戰啊 對 對啊 老實說他吉利交易的補手來說 我覺得他最大的一個 這個成長的空間是在於心態 心理 心理的層面的問題 他有時候對自己還是在補手這一塊 還是有點猶豫 沒有那麼的自信 他可能覺得他的丟球不是那麼的順暢 撐這個 撐這個不是很好 但是 就我看來他的引導跟他的球場的判斷 事實上他是做得算是還不錯 已經算是很好的一個補手 那大家會在他身上會更focus在 他的打擊上面 所以有時候大家會覺得 他的看他的角度是不是 攻擊型扶手 攻擊型扶手 像以前小胖這樣 對對對 但是你說以前小胖 他很會說 問題是他在鼓勢 也很好啊 只是說大家的專注的焦點 是在他的打擊上面 就我經常在說的嘛 你不可以看得到我的才華 沒有看到我的長相啊 對不對 對啊 對 我們在這裡對不對 拿去回頭也回頭有錢 他在 我回到他的手臂上面好了 事實上他有很好的能力 只是他可能 在心裡的部分 他必須要讓自己更有信心 他可能 以克林在透過訓練 去建立他的信心 那他只是在比賽中 只要那個感覺出現 讓他有信心之後 事實上他在蹲就會很順很順很順 啊 你說他有經驗嗎 嗯 老實說 一年 在台灣打那麼多順 他以前也是美職系統出來的 你說他面對 我們說的美職 現在妖魔幾塊那麼多人 對 他也是這樣子經歷過 所以你說他 在經驗上需要再加強什麼嘛 老實說他已經也差不多了 就是 也是在經驗等值上面已經快 有在看嘛 有在看那個 他不是說一個高中心打比 高中剛進來一年兩年 然後 還沒有面對過一些場面 沒有面對過一些國外的選手 那一種人 那一種的選手 可能需要多一點經驗值再來培養 可是你說 吉利吉老啦 雨潔啦 然後甚至於現在的 呃 比較期待的是 大家比較期待的是 陪峰 那大安不用講 大安已經 真的是已經很有經驗了 所以這四個捕手啊 他們只要未來在 嗯 自己的位置上面 可以 重點 重點是身體健康 他可以穩定的出賽 穩定的水準表現的時候 他們的能力是會 還是會持續的 越來越好 那 嗯 再來一個是 他們怎麼去讓球隊的 狀況穩定下來 嗯 我覺得這是最後的一步 最後一個 他們可能必須 要去 呃 注意的地方是 我怕他 不是 他我自己而已 不是他我跟 我自己的手 是 我的整隊 好 我球隊整隊的狀況 好 我會去考慮到 我的野球誰的狀況不好 誰的狀況比較好 我會考慮到 我的野球誰的狀況比較好 在不同的局面上 我要怎麼去應對 嗯 這個是最後 解讀比賽的能力 這是最後的 最後一個要 要去 最後要拼圖啦 對對對 啊 我們來聊一個就是 網友 很想討論這個問題 嗯 嗯 今天那天 就第一局 兩個部位 兼一個姓五嘛 嗯 你們坐在面子裡面 你們坐在那個 休息室裡面 你們覺得 受過的狀況換掉 在那個時候的當下 那天很重要 對 那天有輸的 那天就沒有 就不用人了 就不用人了 我們自己都知道 我們都在 後面看 旁邊的球迷看 怎麼還沒跟人換掉 怎麼還沒跟人換掉 怎麼 老他就換掉 我怕沒那麼多 老他就換 哈哈 第一局嘛 第一局嘛 其實那天子蓬很穩 很齁 很齁 你看 那一局才七十分而已 對 兩個部位 加一個 那個 那個 老他 他才四十分而已 就是 九連團的時候 你們會緊張 我們現在不是討論說 這個調度怎麼樣 因為 都經過了嘛 在那個當下 你 大拼 請阿哥 你們這樣說 中一個 或是後一局 我們今天不是說 他的主持人到那個 沒有到那個 有辦法 在國家對 經典賽出賽 那個都是萬宗選 那個練武器材啊 都是一時之選啊 但是 我們今天就是 在那個總統發生之後 他的緊張沒有 他的自責沒有 就我們剛才說的 他整個都跑了 你覺得想說 沒有 他先那個去 我們不要說換掉 他先那個去 老實說 沒想到那個當下 要換掉 因為落了 他那一局結束之後 那時候比數還沒拉開 對還沒拉開 而且剛開始而已 還是期待他的活力 他的攻擊嘛 他是一個 有破壞性的打者 所以 對球隊在落後的情況 你把一個 有破壞性的打者 把他換掉 對球隊來說有點可惜 當然還是會去 再繼續觀察 他的手臂是不是 對球隊會造成傷害 那 他落了之後 又要跟 剛剛開工一下 欸 感覺上他好像 已經很快 就可以去把他調整 那如果他的心態是 OK 進入那個狀況的時候 老實說 好 那另外一個問題來了 我們說 到第六局的時候 對 你說我們那時候 我記得那時候好像 8比1 還是9比1的時候 到第六局 我們現在是贏的 領先嘛 我們現在需要是手套嘛 對 那時候贏的那樣 我們需要是手套嘛 這個時候 你有可能說 這個時候 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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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開 把 打開 有想過 不過 那個時候 柯路點是什麼 現在 他已經 進入 進入狀況 他已經進入狀況 順順的走 如果順 我們就不要 沒有 我們搞的 搞的 你不要 你如果順順啊 他進入狀況 他已經拉回來 那 可以 就讓他繼續這樣 蹲下去 因為我們還有空間嘛 我們領先 七八分 你如果說 腳腳腳腳 2比1領先 3比2領先 播出的狀況 好像開始在亂了 他的想法開始在亂了 這個時候 首輩組 等你去吃了 收起來 這個感覺 了解 這樣啦 我們今年今年賽 就打了 其實我說實在話 有些網友的評論是 雖不滿意 但能接受 但是對我來講 我覺得很滿意啊 我真的覺得很滿意 第一年輸了 有淡破的意外 那個意外 不是輸贏的問題 是我頭 輸這麼多分 這也造成我們最後沒辦法 進入第二輪的 就是那個表現 突然一個落差 對對對 第二年第三年 哇哇有夠好耶 有夠好耶 啊來 想不到一天對高八 選舉好睡也不夠 直接說 他到六點半才睡 他抗份嘛 對對對 還在想比賽的經營嘛 每年十二強 嗯 啊來 奧運的 還拍資格賽 資格賽嘛 啊來就 更經典賽了 對啊 你怎麼看我們後面的準備 因為 日本人是直接 在比賽前幾年 有一個 四夾片 日本武士隊 當然開始守租了嘛 對對對 今天是立山監督嘛 進前不管你是新爺啦 歐山啦 你對我們 明年要準備經典賽 有什麼看法 接下來的國際賽 老實說會長會啊 他也有提出一些 一些計畫跟方向嘛 那 我們自己的看法是 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我們的一些國際賽的交流 可能就中斷了 這幾年的時間 所以選手大家都是習慣在 國內 面對自己熟悉的選手 那 這樣的 這樣的打法 老實說時間拉長的話 你突然要去打國際賽 可能會 有一個 陌生感 所以那個陌生感 會很不習慣 所以也是有 有聊到是說 是不是要再 更早之前做好準備 做一些國際的一些交流比賽 那讓一些 那你讓一些選手去 看一下人家 現在外面的世界是怎麼樣 那 面對到你不熟悉的 對手的時候 你要怎麼去應對 那 把那個氛圍 那樣的感覺 讓選手有 有一點 人家說 失敗那個感覺 你如果習慣那個感覺 你到最後在面對 國際賽的時候 你就會很自然的知道 怎麼去面對 人家說的以前 人家說的火哥阿民 為什麼他國際賽 他我就打好 第二 他的技術好 第二 他就是可以面對那種陌生感 他可以好好的比賽 他這樣比較重 對啊 對啊 你說 人家說 阿民你怎麼打開 剛才國際賽 你開外觀 我也不知道 有的 就表示他是熟悉那種陌生感的 那個國際賽 比賽的感覺 對對對 所以 我覺得這個是可以讓 讓我們在未來 在籌組國家隊的時候 也可以放到 計畫裡面的一件事情 你看現在的情收跟以前 喔 現在好多 哈哈 現在的情收好多 當然 當然 情收他是輔助 不是說你情收做得好 你就一定贏 有時候實力上的差距 你必須要面對 就是在絕對實力面前 對對對 所有情收都沒有用 都沒有用 但是說今天我們沒有輸 也沒有輸很多 所以情收就會發生很大的改變跟功能 對對對 情收就是在你 對於比賽的解讀上面 他是輔助你一個方向 但是有時候 情收畢竟是他過去的時間 表現出來 不代表他覺得當下這個投手的想法 一定是這樣 只是我們去抓一個比較高的比例跟機率 他這個時候他在想什麼 的做法 我們來解讀一個 一個 我印象最深的play 應該是13年經典賽 我們對日本 九局一下 我們贏一分 你說 尿古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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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尿古進嘛 欸 那球如果牽絲就算了 對對對 你覺得 那你是那時候的職 對 你那時候是怎麼去解讀這個狀況 他踏這麼好大跟他走 一定是情收掌握了某些東西 他才敢這樣子 例如他可能掌握什麼東西 譬如說我知道 這個投手在這個牽絕的時候 他不會牽絕 還是說他牽絕需要多久這樣 他的時間 研究的時間要多久 補手比較好 不要 類似這樣 會評估 他就 決定 就走 了解 好 好 那我們現在進行下一個階段 快問快答 你最喜歡棒球員是誰 我自己 漂亮 那最喜歡的啦啦隊員呢 UNILANCE 我說他手在那裡插我插一下 不是UNIGURLS 不是UNILANCE UNIGURLS 好 我跟人家這樣說而已 那棒球以外最喜歡的運動是什麼 高爾夫 喔 比打球更困難的事情是什麼 把球打好 被球迷罵的時候 想跟自己說些什麼 繼續加油 不要灰心 還想生第四個嗎 不要啦 不要再生了嗎 不要啦 你們大家都知道我們保守班要搞什麼 等一下 少子話咧 你叫他沒有生 還是生一個 已經更好 更好 真產報告 對啊 其實我真的很謝謝志剛 因為 身為一個球迷 而且是從小就喜歡棒球的球迷 其實 對 我記得2001年的世界盃開始 那時候 職棒有段很大的低潮嘛 2001年的世界盃開始 那一年大部分都是職業 你是業餘的 對 那是台體嗎 台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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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志剛的還是徵戰沙場 你看到2001年到現在2023年 他從選手變成了教練 繼續為國家隊奮戰 各位觀眾 我們謝謝高爾志剛 掰掰 謝謝 謝謝 我口哭不下去